起怡丑公元305年至悟臣公元308年一共四年 晋惠帝永兴二年怡丑公元305年 夏季四月张芳废处杨皇后 尤凯等人攻打黄斧虫 几年都没有攻克 黄斧众派他的杨子黄斧昌到外边路求救援 黄斧昌拜见司空司马月 司马月因为太在司马新晋与小山以东地区联系和解 不肯出兵 黄斧昌就与以前为殿中人的杨偏一起 伟称奉司马月的旨意从金庸城迎出杨皇后 进入皇宫后 用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芳 遵奉迎接皇帝大驾 事情来得仓促 朝廷各部门官员开始都跟随黄斧昌 不久知道市委令就一起杀了黄斧昌 司马请求派御史向皇甫众宣布诏令 命令他投降 皇甫众不遵行诏令 开始时城里不知道长沙丽王司马和皇甫商已被杀死 皇甫虫抓住来宣布诏令的御史马夫 询问说 我弟弟带兵过来 快到了吗 马夫说 他已被和奸王司马害死了 皇甫众大惊失色 当即杀掉马夫 这样城里知道没有外援就一起杀了皇甫众投降 司马命逢易太守张甫担任秦州刺事 六月 甲子初四 安丰袁侯王荣在甲县去世 张甫到秦州 杀了天水太守丰上 想以此建立权威 又要照隆西太守韩志 韩志的儿子韩普带兵攻打张甫 张甫的军队失败 张甫被杀死 梁州司马洋印对张鬼说 韩志擅自杀死刺史 您掌握一个地区的军事 不能不去征讨 张鬼听从了他的意见 派中军都护院率领二万人征讨韩志 韩志到张鬼那里投降 没有多久 鲜卑人若罗拔能进犯梁州 张鬼派司马宋沛阻击鲜卑人 杀了若罗拔能 俘虏十多万人 声威大振 汉王刘渊攻打东营公司马腾 司马腾又向拓拔一求援助 魏操劝拓拔一帮助 拓拔一帮助司马腾 拓拔一率领几千轻装的骑兵 去救援司马腾 杀了汉将 骑武囤 赵令把拓拔一封为大蝉鱼 加封魏操幼将军 贾身 二十四日 拓拔一去世 儿子拓拔普根 代他立为大蝉鱼 东海中尉刘恰 因为张芳劫持 并强行迁移皇帝车架 劝司空司马越 发兵征讨张芳 秋季 七月 司马越在小山以东的各征 镇 周 郡传部习文说 将集结带领正义之师 凤迎天子返回原来的都城 东平王司马听到后 惶恐不安 掌始王对司马说 东海王是宗室中声望最高的 现在兴起正义的军队 您应当把徐州交给他 那就可避免灾难 还享有客气谦让的美德 司马同意了 司马越就以司空兼任徐州都督 司马自任衍州次使 朝廷诏令立即派使者留钱正式任命 这时司马越兄弟都可占据一方重任 于是范阳王司马和王骏等人 共同推举司马越做盟主 司马越则选择人才安排次使以下的职务 朝廷的世人大多都投奔到司马越那里 成都王司马颖被废除后 河北人大多很怜悯他 司马颖过去的部将龚师藩等人 自称将军 在兆 为地区起兵 人数达到几万 当初上党五乡县截人石乐 有胆识力量 善于骑马射箭 并周严重饥荒 建威将军严翠向东营公司马腾献计 把各族胡人抓到小山以东地区 卖了以后补充军粮 石乐也被抓住 卖给世平人施欢做奴隶 施欢认为他的相貌奇特而放了他 施欢与放马场为邻 石乐就与放牧的首领吉桑聚集壮士 成为强盗团伙 等龚师藩起兵后 吉桑和石乐率领几百骑士 投奔到龚师藩那里 吉桑让石乐以石作为姓 用勒作为名 龚师藩攻克了一些郡县 杀了二千十俸禄的郡守 长力 转而向前 攻打叶城 平昌公司马摩非常恐惧 范阳王司马派他的不将狗 去救叶城 与广平太守乔国人丁绍 共同攻打并赶跑了攻势番 八月 辛丑 遗物 宣布大赦 司空司马越 以狼邪王司马瑞 任平东将军 兼徐州诸军事的职务 在下批留守 司马瑞请王导担任司马 将军对事务交给王导处理 司马越率领三万兵士 驻扎在西边的萧县 范阳王司马从许昌到行阳驻扎 司马越奉着书 让豫州刺史刘桥任济州刺史 让范阳王司马兼任豫州刺史 刘桥认为司马来不是天子的旨意 就发兵阻止司马 司马以刘昆为司马 司马越以刘藩任淮北护军 刘渝任颖川太守 刘桥给朝廷上书 罗列刘渝兄弟的罪恶 就带兵攻打许昌 并派长子刘带兵在萧县的灵壁 阻击司马越 司马越的军队不能潜进 东平王司马在衍州 不停地征收赋税 征发劳役 所属郡县不能忍受 范阳王司马派狗返回衍州 调司马都督青州 司马不接受任命 背叛小山以东的诸侯 与刘桥会合 太在司马听说 小山以东战时又起 非常恐惧 因为宫师藩是为成都王司马颖而起兵 人武23日 司马表奏任司马颖 魏镇东大将军 都督河北诸军事 配给一千兵事 任卢制为魏郡太守 随从司马颖镇守夜城 想以此抚慰并安定攻势番 右派剑武将军吕朗到洛阳驻扎 司马雄发布诏令 命令东海王司马岳等人 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 司马岳等人不服从 碰巧接到刘桥的上书 冬季 十月 丙子 十八日 司马颁布诏书 声称刘渝逼迫威胁范阳王司马 制造事端 命令镇南大将军刘红 平南将军鹏城王司马氏 征东大将军刘准 各自带领所侠军队 与刘桥并肩出力 任张芳卫大都督 率领十万精兵 与吕朗在许昌会合 诸讨刘渝兄弟 司马氏是宣帝司马一侄子 穆王司马全的孙子 丁丑十九日 司马让成都王司马颖 带领将军楼包等人 前车骑将军石超带领北中狼将王禅等人 聚守河桥 作为刘桥的后续援军 提升刘桥为镇东将军 发给福洁 刘红给刘桥及司空司马月去信 想使他们之间消解怨恨停止军事行动 共同辅佐王室 但双方都不理会 刘红又上奏表说 自从近年战乱迭起 猜疑灾祸一起出现 一记仇戏在亲王们之间出现 灾难祸患延续于宗室后代身上 今天是终于王室的 明天就成了反叛王室 是非反复变化无常 轮流成为兴起战士的首领 有历史记载以来 骨肉相残的灾祸 没有像现在这样的 我对此感到十分悲伤 现在边疆没有预防发生变动的储备 中原却有相当的困恶 辅助王室的重要大臣 不考虑国家的命运 却以竞争长短为能事 自相残杀 万一四边疑人承虚而制造变乱 这也正是两个猛虎相争斗 而自然成为变装的猎物 我认为应该赶快发布公开诏书 命令司马越等人 解除猜忌仇怨 各自保持自己所分管的职位和封地 从今以后 如果有不接受诏令 擅自动勇军队挑起事端的人 全国共同来讨伐他当时太宰司马 刚开始禁抵关东地区 要以靠刘乔作为帮助 因而不采纳刘洪的禁言 刘乔承虚袭击许昌 一举功课 刘坤带兵救援许昌 已经来不及 于是和匈刘鱼 以及范阳王司马一起逃奔河北 刘坤的父母被刘乔抓住 刘洪根据张芳的残暴 知道司马一定要失败 便派参军刘盘为兜户 带领所侠各军队接受司马越的指挥 这时天下大乱 刘洪专门督管江汉地区 威势急于南方边远地区 谋划事情成功了 就说是某人的功劳 如果遇到失败 则称是自己的责任 每当兴师动众 亲笔写信给负责官员 详细叮咛嘱咐 所以大家都很感动和舒畅 争相到他那儿 大家都说能够得到刘公一纸亲笔信 胜过坐十个不从事前广汉太守欣然 向刘洪游说歌剧称霸的事 刘洪发怒把他杀了 有一星出现在北斗星旁 平昌公司马摩派将军宋咒向河桥进兵 十一月历劫将军周全 贾称收到习吻 自称为平息将军 又重新立杨皇后 洛阳令和桥攻打周全 把他杀了 又废除杨皇后 太宰司马贾称赵令 根据杨皇后多次被坏人拥立 太上书田书命令留所台数 刺杨皇后死 赵书几次传道 司力校尉刘吞等人上奏 坚持认为杨树人门庭早已破败 废处放逐空宫 宫门禁卫戒备森严 没有条件能够与坏人勾结而制造变乱 大家无论愚蠢还是聪明 都说他很冤枉 现在杀这样一个潦倒穷仇的人 而是天下悲伤 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好处 司马发怒派吕朗拘捕刘吞 刘吞投奔青州 依靠高密王司马列 但杨皇后也因此而得以免于一死 十二月 吕朗等向东在行阳驻扎 成都王司马颖进兵聚首洛阳 刘坤向冀州刺史太原仁温县游说 让他把职位让给泛阳王司马 司马兼领冀州后 派刘坤到幽州向王骏求兵 王骏派精锐骑兵帮助司马 在黄河上袭击王产 把王产杀了 刘坤于是和司马率兵杜皇和 在行阳杀了士朝 刘桥从考成率兵撤退 司马派刘坤和都护田辉向东在领秋 攻打东平王司马 司马逃归封国 刘坤 田辉带兵向东迎接司马越 在桥的攻打刘 刘兵败阵亡 刘桥的军队于是溃散 刘桥逃奔平市县 司空司马越进军到阳武驻扎 王骏派他的部将齐红带领先碑 乌桓精锐骑兵作为司马越的前锋 当初陈敏战胜十兵后 自以为勇猛谋略没有对手 产生在江东割据的想法 他父亲生气的说 使我们家族灭绝的 一定是这个儿子 于是忧郁而死 陈敏因为丧事而离职 司空司马越 启用陈敏为右将军 前锋都督 司马越被刘打败 陈敏请求收兵东归 于是占据丽阳反派 吴王尝试甘拙 抛弃官职东归 到丽阳 陈敏为自己的儿子陈景 娶甘拙的女儿 并让甘拙伟称皇太帝的命令 任命陈敏为扬州刺事 陈敏派弟弟陈辉 以及布江钱端等人向南攻打江州 弟弟陈斌向东攻打各郡 扬州刺事刘基 丹阳太守王旷都弃城逃跑 陈敏于是占据了江东地区 任命顾荣为右将军 贺荀为丹阳内使 周围安丰太守 凡是江东地区的豪族英俭 名士 都加以收揽一礼相待 其中担任将军 郡守的有四十多人 如果有年老 有病的 也封给一定的给别 贺荀假装封病 得以逃脱 就让顾荣兼任丹阳内使 周也称病而不到郡 陈敏怀疑各位名士最终不能为自己服务 想把他们全部杀掉 顾荣对陈敏说 中原桑万动荡 胡人 宜人欺辱内地 看今天的趋势 国家不会再重新振兴 百姓将难以生存下去 江南地区虽然经过石兵的叛乱 但百姓与财务都还健全 我常常对没有孙权 刘备那样的领袖 来使江南保存感到忧虑 现在您超凡威武举世无双 功绩已经显赫 有数万武士 高大的战舰排列如群山 如果能在君子中获得信任 让他们心情舒畅 解开他们心中小小的遗迹 堵塞住谗言陷害或阿庚奉承之人的嘴 那么长江上游的几个州都能用传部习文的方式稳定 不然终究不能成功 陈敏让下属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君士大司马 封为楚宫 加九溪崇礼 列上上书 声称直接接到皇帝的诏令 从长江进入棉水 汉水流域 迎接皇帝大驾 太宰以张光为顺阳太守 率不起五千亿荆州逃敏 刘洪遣江下太守陶侃 武陵太守苗光屯下口 又遣南平太守汝南应沾都水军以继之 太宰司马以张光任顺阳太守 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到荆州讨伐陈敏 刘洪派江下太守陶侃 武陵太守苗光在下口驻扎 又派南平太守汝南人应沾都灵水军来支援陶侃等人 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 又童年被剑举为官吏 隋郡内使护怀对刘洪说 陶侃在大军任太守 统领强兵 倘若有异心 荆州就失去东大门了 刘洪说 陶侃的忠心和才能 我了解他也很久了 一定不会这样陶侃听说后 派儿子陶侃和侄子陶真到刘洪那儿 一是自己的地位稳固 刘洪坐用陶侃等二人为参军 发给钱武让他们回去 说你们贤德的叔叔要征战出行 而祖母年事已高 你们应该回去 村爷匹夫互相交往 尚且不负心 何况大丈夫呢 陈敏让陈辉任荆州刺史 进犯武昌 刘洪让陶侃兼任前锋兜户去地狱 陶侃以一般运输船作为战舰 有人认为不行 陶侃说 用官船来打官贼有什么不行 陶侃与陈辉交战 多次把陈辉打败 又和皮出张光苗光在长期共同打败前端 南洋太守卫展对刘洪说 张光是太宰司马的心腹 您既然倾向于东海王司马月 应该杀张光来表明您的立场 刘洪说太宰的得失 怎么是张光的罪过 危害别人使自己安全 君子是不做这种事的 于是表奏张光的功勋 请求朝廷提拔 这一年 离时地区灾荒严重 汉王刘渊迁到离亭驻扎 使用底阁两股 让太尉为刘洪留守离时 太大司农补玉运粮攻击他 光熙元年 丙寅 公元306年 春季 正月 雾子硕 初一 出现日食 当初太帝中树子兰陵人庙波 受到司马月的宠信 庙波堂帝又未率庙印 是太宰司马的前妃的弟弟 司马月起兵 派庙波 庙印到长安劝说司马 让他侍奉惠帝反归洛阳 并相约与司马分帝而至 共同辅祖王室 司马一直信任看中庙波兄弟 当时就想听从他们的劝说 张芳认为自己罪行很重 担心成为被诛杀的首犯 就对司马说 现在我们占据形势显要的地方 国父兵强 携天子发布号令 谁敢不服从 怎么能拱手被别人控制 司马听后打消了与司马月联合的念头 等到刘桥兵败 司马畏惧想停止军事行动 与小山以东地区和解 但又担心张芳不听从 而犹豫不决 张芳平素和长安豪富治府亲近要好 让他担任仗下都 司马的参军和奸人碧原 曾经受到张芳的侮辱 于是劝司马说 张芳在坝上驻兵很久了 听说小山以东地区军队强盛 所以徘徊不浅应该在他蒙生反心之前做好防备 张芳的亲信智府对他的谋划全部了解妙波 妙印又对司马进行劝说 应当迅速杀了张芳向天下谢罪 小山以东地区不用兴兵就可以平定 司马派人赵智府 碧原迎上前对智府说张芳想谋反 大家都说你知道这事 亲王如果问你 你将如何回答 智府吃惊地说 的确没有听说张芳谋反 这怎么办 碧原说 亲王如果问你 你只能这样说 不然的话 一定免不了灾祸 智府入府 司马问他说 张芳谋反 你知道吗 智府说 是的司马说 派你去抓他 行吗 智府又说 行司马于是派智府给张芳送信 然后趁机杀掉张芳 智府与张芳关系亲密 拿刀进去时 守门的兵士也不怀疑 张芳在灯旁接起信封 智府抽刀砍掉了他的头 回去报告 司马让智府认安定太守 把张芳的头送给司马越 请求和解 但司马越不答应 宋纣袭击河桥 楼包向西逃窜 平昌公司马摩派前锋都护冯松 惠同宋纣 进逼洛阳 成都王司马颖向西逃奔长安 到达华阴 听说司马已经和小山以东和解 便停下不敢前进 吕朗在行阳筑扎 刘坤拿张芳的头给他看 于是吕朗就投降了 司空司马越派其红宋纣 宋纣 司马转带领先卑人向西迎接皇帝大驾 任周父维斯利校尉 掌持福杰 都督诸军 再免持驻扎 三月 宪令刘百根反叛 有一万多人 自称公 王弥带领加奴同扑跟随他 刘百根任王弥卫长使 王弥的堂帝王丧 担任东中南将 刘百根浸泛林兹 清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派刘吞带兵阻击他 刘吞兵败 逃奔洛阳 司马略退保辽城 王骏派不将讨伐刘百根 把他杀了 王弥逃进长广山做了强盗 宁州几年连续灾荒流行传染病 死了十万人 武陵一人强盛 宁州军队屡次失败 官吏百姓很多都流亡到焦州 宁州一人趁机包围了周城 李毅身患疾病 救援的道路已断绝 于是给朝廷上奏书 说不能制止强盗作恶 只好坐等一死 如果朝廷不体谅救济 那么请求派来大使 我还活着就对我施以重刑 如果我已死 就对我录施惩罚 朝廷没有答复 过了几年 李毅的儿子李昭 从洛阳去探视他 还没有到 李毅就去世了 李毅的女儿李秀 精明通达 具有父亲的风范 于是大家推举李秀 来管理宁州事务 李秀奖励战士 还成固守 城里粮食吃完了 就烧鼠拔草作为食物 等疑人稍微有些懈怠时 就发兵突然袭击 攻破了疑人的包围 范长生到成都 成都王李雄到城门口迎接 拿着表示礼节的手板 人范长生为丞相 尊成他为范贤 夏季 四月 以四 十三日 司空司马月率兵到温县驻扎 起初 太宰司马以为张芳一死 东芳的战士一定能够停止 不久 东芳的军队听说张芳死了 争相进入关中 司马感到后悔 就杀了智府 太宏农太守彭随 北地太守刁墨 带兵在关东湖县 阻击齐鸿等人 五月 人臣初七 齐鸿等人把捧水 刀墨打得惨败 于是西晋入关 又在坝水打败司马的部将马战 郭伟 司马单枪匹马逃入太白山 齐鸿等人进入长安城 所部鲜卑人大肆抢掠 杀了二万多人 大臣官员们跑散 逃入山中 捡食利数子当饭吃 几亥十四日 齐鸿等人 侍奉惠帝乘坐牛车东返 仁太帝太保梁柳 为镇西将军 聚守关中 六月 秉承硕初一 惠帝到洛阳 恢复了阳皇后的地位 新卫十六日 宣布大赦 改年后为光西 马瞻等人又回到长安 杀了梁柳 与史平太守梁麦 共同在南山 迎接太宰司马 洪农太守培 秦国内使贾勘 安定太守贾匹等人 起兵攻打司马 杀了马瞻 梁麦 贾匹是贾许的曾孙 司空司马月 太都护迷晃 带兵攻打司马 到了正县 司马派平北将军千秀 在冯义驻扎 司马的长使杨腾 贾称司马的命令 让千秀停止军事行动 杨腾于是杀了千秀 关中地区都归服司马月 司马仅仅保住长安城而已 成都王李雄 及皇帝位 宣布大赦 改年号为燕平 国号称为大成 追尊父亲李特为景皇帝 定庙号为始祖 把王太后 尊奉为皇太后 以范长生为天地太师 让他部下的人免交赋税 各位将领都以仗李雄的恩德 互相争抢职位 尚书令言是尚奏书 请求按照汉朝 晋朝的旧旨 建立百官制度 李雄采纳了 秋季 七月 已有朔初一 出现日时 八月 朝廷任司空司马月 为太父 陆尚书士 任范阳王司马为司空 镇守叶成 任平昌公司马摩 为镇东大将军 镇守许昌 任王骏为票旗大将军 都督东夷 河北诸军事 兼任幽州刺史 司马月任立部狼庚 为君资祭久 任前太帝中树子 胡母府之为 从事重狼 任皇门侍郎向为主部 任洪卢城软修为行参军 任谢坤为宴 胡母府之向司马月推荐 乐安人光义 司马月也加以任用 庚等人都崇尚虚悬空淡 不把政务放在心上 纵酒放淡 庚聚敛财物贪得无厌 郭相品行轻薄 喜好贪图权威 司马月都因为他们名重于事 所以任用他们 齐鸿进入关中 成都王司马从武关逃奔心眼 正遇到新城员工刘鸿去世 司马郭麦搞叛乱 想把司马颖迎接来做首领 郭叔拥戴刘红的儿子刘 讨伐郭麦 把他杀了 朝廷诏令 南中郎将刘陶 拘捕司马颖 司马颖北渡黄河 逃奔昭歌 收拢就不将士 聚集了几百人 想去找公师藩 顿秋太守冯松 将司马颖抓住 押送到叶城 泛阳王司马 不忍心杀司马颖 把他幽禁起来 公师藩从白马南渡黄河 眼周刺尸狗 讨伐并杀掉了公师藩 把东营公司马腾的爵位 提升为东燕王 平昌公司马摩的爵位 提升为南洋王 冬季 十月 范洋王司马去世 长使刘渝 因为过去叶城人 一直归附司马颖 所以密不发丧 派人假装成朝廷使者 传宣假诏书 叶里刺司马颖死 并且杀了他的两个儿子 军事布局资料以及仓库 牛马 器械 地理的情况都默默记下来 当时军务国政事情繁多 每次讨论 从长使攀讨以下 谁也不知怎么办 而刘渝便按照情况分析策划 司马越虚心接受采纳 就让刘渝担任 佐掌使 军务国政的事务 全部都交给刘渝 刘渝劝说司马越 派他弟弟刘昆镇守并州 以增强北方的防务 司马越就表奏刘昆为并州刺使 以东燕王司马腾任车骑将军 都督夜城诸军事 镇守夜城 十一月 几四 十七日 夜间 惠帝吃麦饼中毒 更五 十八日 在显阳殿驾邦 杨皇后自以为是太帝司马赤的嫂子 担心当不成太后 打算拥立清河王司马谈 市中华混劝谏说 太帝在东宫已经很久了 在百姓中的声望一直是确定的 今天难道还能改编吗 随即用不封口的公文 迅速宣召太父司马越 宣召皇太帝入宫 皇后也已宣召司马谈到尚书阁 司马谈怀疑会有变故 就撑并回去了 鬼友二十一日 太帝司马赤及皇帝位 宣布大赦 尊奉皇后 卫会皇后 安排在洪迅宫 追尊母亲王才人为皇太后 策立非良氏为皇后 怀帝司马赤开始尊奉旧旨 在东唐听证 每到朝廷会及群臣宴会时 就与大臣官员们商讨各种政务 探讨经典的内容 皇门侍郎傅宣感叹道 今天又看到了武帝的时代了十二月 任武朔初一 出现日时 太父司马越用诏书征召和监王司马为司徒 司马就前去接受征召 南洋王司马摩派部将梁臣 在新安拦住司马 在车上把他掐死 并杀了他的三个儿子 辛丑二十日任中书间温县为左光路大夫 兼任司徒 任尚书左铺设也没司空 即有二十八日把惠帝安葬在太阳陵 刘坤到上党 东燕王司马腾就从井行东下 当时并州饥荒 多次遭到外族强盗的抢掠 各郡县没有能够保卫自己的 州属部将田真 田真帝田兰 人质 齐济 李运 博盛等人 以及官吏百姓一万多人 都随司马腾到冀州找饭吃 称为启活 剩下的不足两万户 强盗窃贼到处横行 道路交通阻断 刘坤在上党赵木兵族聚集了五百人 转战向前 到达晋阳 官府防射焚毁 城乡一片萧条 刘坤安府未劳 稍微聚集了一些流民 孝怀皇帝上 晋怀帝勇家元年丁卯 公元307年 春季 正月 鬼丑 初二 宣布大赦 改年好为勇家 吏布郎周墓是太父司马越姑母的儿子 他与妹夫御使忠诚诸葛梅劝司马越说 皇上当时成为太帝 是张芳的意图 清河王本来是太子 您应当拥立他 司马越不同意 他们又向司马越说 司马越发怒 把他们杀了 二月 王弥在清 徐二州作乱 自称征东大将军 攻杀郡守 太父司马越让公车令东来人居县 担任本郡太守 以讨伐王弥 王弥把他打死了 陈敏处理刑罚政事都无章法 英姐们都不服从他 他的子弟凶恶残暴 当地把他们看作祸患 顾荣 周等人对此感到忧虑 卢江内史话谈给顾隆等人去信说 陈敏切据吴郡 汇姬地区 性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危险 你们或者拿着朝廷的符节在外统领明郡 或者成为朝廷的进士之臣 却玷污自己转而投身于奸邪的尾巢 便捷投降于叛逆的败类 不吃辱吗 五五列皇帝孙奸父子都是以英俊杰出的才能 继承大业 现在以陈敏的凶卧狡猾 七个弟弟的雕丸庸裂 想追随桓王孙策的高绝的足迹 踩着大皇帝孙权的非凡的轨道 认真思量一下各地群衔都不会答应 现在皇帝车架已东返洛阳 俊杰英才充满朝廷 将要动用六世来清理建业 你们还有什么脸重新建中州的人士呢 顾荣等人一直有除掉陈敏的想法 等见到这封信后 非常羞惨 秘密派使者向征东大将军刘准报告 让他发兵到江边 自己作为内应 剪掉头发作为记号 刘准派遣扬州刺事刘基等人 从丽阳出发讨伐陈敏 陈敏派他弟弟广武将军陈厂 带领数万兵马在乌江县驻扎 丽阳太守陈宏在牛主驻扎 陈敏帝陈处得知顾荣等人有二心 劝陈敏杀掉他们 陈敏不同意 陈厂的司马钱广是州的同郡人 州秘密地让钱广杀了陈厂 并宣称周成已杀掉陈敏 有敢乱动者诛杀三族 钱广带兵停在朱雀桥南 陈敏派甘拙讨伐钱广 把兼过的铠甲和精兵全都给了甘拙 顾荣考虑到陈敏的怀疑 所以就到陈敏那里 陈敏说 你应该四处走走镇定人心来保卫我 怎么能到我这儿来呢 顾荣于是就出去 与周一起劝说甘拙道 如果江东地区的事情能够成功 我们就应该共同努力将是办成 但是你分析一下事情的趋势 能够成功吗 陈敏才能平平 政令反复无常 激烈不确定 他的儿子兄弟各个骄纵自负 他一定要失败 而我们却安心地接受担任他的官职俸禄 等事情失败的时候 假如让长江以西地区各支军队把我们的手机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 上边写着叛逆贼寇顾荣 甘拙的手机 这真是万事的耻辱啊 甘拙于是假装生病 接回女儿 截断桥的交通 把船收回到南岸 宇州 顾荣以及乾松之侯 湘丹阳人祭瞻一起攻打陈敏 陈敏亲自带领一万多人征讨甘拙 甘拙手下的壮士 隔水对陈敏的兵族说 原来所以为陈公效力 正是因为丹阳太守顾荣 安丰太守州而已 现在他们都改变了立场 你们这样是为什么 陈敏的不重 犹疑不定 顾荣挥动白雨扇 陈敏的不重都溃散离去 陈敏一个人起码向北逃跑 在江城被追上抓住 感叹道 这些人耽误了我 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又对弟弟陈畜说 我辜负了你 你却没有辜负我 陈敏在剑野被杀 一面三族 这样惠姬等俊把陈敏的几个弟弟 也都杀了 当时平东将军周府 带刘准镇守授春 三月几位朔遗物周府把陈敏的首级送往京城 朝廷诏令征召顾荣为市中 冀瞻为尚书郎 太父司马越任命周魏参军 陆丸为怨 陆丸是陆基的堂弟 顾荣等人到徐州 听说北方更加乱了 迟疑不前 司马越给徐州刺史裴顿去信说 如果顾荣等人左顾右叛就按军阀遣送他们 顾荣等人听说后非常恐惧就逃回去了 陪顿是陪凯哥哥陪康的儿子 司马越妃子的哥哥 西洋一人进犯江夏 太守扬民请军事官员商讨对策 官员们争相提出计策 只有齐都诸次一个人默不作声 扬民说 诸将军为什么不说话 诸次说 大家都是用口舌攻打贼寇 我只靠力量罢了 扬民说 将军前后几次攻打贼寇 为什么能够长胜不败 诸次说 两军对垒只应当忍耐 对方不能够忍耐 而我能忍耐 所以能够战胜他们 扬民认为很对 赵令追负扬太后的尊号 丁卯 17日将太后改葬 定士号为武道 耕武 20日 立清和王司马谭的弟弟 豫章王司马全为皇太子 新卫21日宣布大赦 怀帝司马赤亲自审查 大政对朝廷事务也很留心 太傅司马越对此不高兴 坚决要求出去做翻阵 任高密王司马略为征南大将军 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 任南阳王司马摩为征西大将军 都督秦 雍 梁 义诸军事镇守长安 丰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菜王 都督斯 继二州诸军事仍然镇守叶城 宫师藩死后 吉桑逃回到院中 转而聚众到各郡县去抢劫掠夺 自称大将军 声称要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 以石乐为先锋 所向披靡 又任石乐为代陶鲁将军 接着进攻叶城 当时叶城里仓库已空 而新菜武哀亡司马腾用度 却很奢侈 司马腾品性吝啬 部下得不到什么好处 连到军情紧急时 就赐给将士每人几升米 一丈左右的步驳 所以部下都不为他所用 夏季 五月 吉桑重创魏郡太守冯松 长驱直入 攻进叶城 司马腾轻装骑马出逃 被吉桑不将礼锋杀四 吉桑起出成都王司马 司马颖的棺材 装到车上 每件事都要向司马颖棺材 祷告后才去办 接着焚烧了叶城王宫 大伙十天都不灭 又杀掉一万多土人百姓 大肆抢掠后才离去 在严津渡过黄河 向南攻打衍州 太副司马越非常惧怕 太狗和将军王赞去讨伐吉桑 秦州流民邓定 轰迪等人占据城固 进犯抢掠汉中 梁州刺史张音派遣巴西太守张燕 讨伐他们 邓定等人饥饿困窘 假装向张燕投降 又贿赂张燕 张燕就为他们还兵 邓定秘密派遣轰低成汉求救 成汉君主李雄派太尉李黎 司徒李云 司空李皇率领二万军队 据救援邓定与张燕交战 把张燕打得惨败 张燕和汉中太守杜孟治 弃城而逃 十几天后 李黎等人带兵回师 把汉中百姓全部迁徙到蜀地 汉中人巨方 白洛带领部分官吏百姓 回到南正巨守 石乐与狗在平原 杨平之间相持对垒几个月 大小三十余城 双方互有胜负 秋季七月 吉友朔初一 太傅司马越在关渡屯兵驻扎 生远狗 几位十一日 朝廷任命狼邪王司马瑞 维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持福节 镇守建业 八月 吉卯朔初一 狗在东武阳攻打吉桑 大败吉桑 吉桑撤退到清渊防守 从荆州江州分出八个郡 建立乡州 九月 雾身 初一 狼邪王司马瑞到达建业 司马瑞让安东司马王岛 作为主要谋士 对他推心致富 非常信任 每件事都找王岛咨询 司马瑞名望生育 一直很轻 无地人们都不服从 在建业居住了很久 士大夫没有来拜访的 王岛感到忧虑 正赶上司马瑞出去观看戏迹 王岛让司马瑞乘上台轿 安排了威严的一仗 王岛和名士们都起码是从 纪瞻 顾荣等人见了后感到惊异 一个跟着一个的在道路左边行拜礼 王岛就劝说司马瑞岛 顾荣 贺寻 都是这个地区最具名望的人了 应当结交他们来收服人心 他们两人来了 就没有不来的人 司马瑞就派王岛亲自拜访贺旋 顾荣 两个人都接受邀请而来到司马瑞处 司马瑞让贺旋担任吴国内使 顾荣担任君司马 加受散其常识 军政事务都与他们商议 又让季瞻担任君资季九 便担任从事中郎 周任苍草鼠 郎邪人刘超任摄人 张和鲁国的孔雁任参军 便是便翠的儿子张是张昭的曾孙 王岛对司马瑞说 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世人 通过节俭的办法保证用度的充足 以清静无为的原则处理政务 安抚以前的顾旧部下与新结交的世人 所以得到了江东地区人们的信任 司马瑞刚来时 常常因为喝酒耽误事情 王岛对此进行劝说 司马瑞就命令人斟上酒 他接过酒杯后把酒倒掉 从此便借了酒 狗追击吉桑 攻破吉桑的八个营垒 打死一万多人 吉桑与石乐收拾残余不重 打算投奔刘汉 冀州刺使乔国人丁绍又在赤桥拦截 结果丁绍打败了他们 吉桑逃奔马目 时乐逃奔乐平 太傅司马瑞返回许昌 给狗家官为辅军将军 都督清演朱军士 给丁绍家官为宁北将军 兼冀州朱军士兜售给福捷 狗多次打败强大的敌寇 威明远扬 他善于治理繁重复杂的事物 运用刑法严军 他的姨母投靠他 狗非常周到的侍奉赡养 姨母为他的儿子求职 想作不将 狗不同意 说我不拿王法去宽待别人 你可不要后悔啊 姨母坚持为儿子求官 狗不得已让他担任都护 后来他犯了法 狗手持福捷把他杀了 姨母叩头求救 狗不听 后来狗又换上肃静的衣服去哭他说 杀你的是眼周刺史 来哭弟弟的是狗盗江 盗江是狗的字 胡人首领部大张都 冯莫突等人 有部中几千人 在上党设置军垒 石勒去投奔他们 石勒对张都等人说 蝉鱼刘渊举兵攻打进朝 您抗拒而不随从 自己考虑一下能够最终独立吗 张都等人回答说 不能石勒说 那怎么能不早点找一靠山 现在部落都已经接受了蝉鱼的赏赐招募 常常在一起商议 想背叛部下而投归蝉鱼了 张都等人认为说的对 冬季 十月 张都等人随石勒骑马投归汉 汉王刘渊 封张都为亲汉王 冯墨突为都督不大 任石勒为否汉将军 并封平晋王 以统帅他们 乌桓人张福利度有二千步众 在乐平设置军垒 刘渊每次去招募都没有成功 石勒假装在刘渊那里犯了罪 去投奔张福利度 张福利度很高兴 与石勒结拜成兄弟 太石勒带领各部胡人去抢劫 所向无敌 各部胡人都敬为佩服 石勒知道大家的心都已归向自己 于是趁聚会时抓住张福利度 对各部胡人说 今天要干大事 我与张福利度谁能够成为首领 各部胡人都推举石勒 石勒于是放了张福利度 率不中投归汉 刘渊给石勒家旨 魏都山东征讨诸军事 把张福利度的部众交给石勒指挥 十一月 雾身朔 遗物 出现日时 假言 初八 朝廷任尚书又铺设和谕 为征北将军 镇守夜城 以害 二十九日 任王衍为司徒 王衍对太父司马越说 朝廷出现危险变乱 应当依靠地方最高长官 找得文武兼备的人加以任用 于是让弟弟王成任荆州都督 足弟王敦为青州刺史 王衍告诉他们说 荆州有江 汉的坚固 青州有靠海的险要 你二人在外面 而我在朝中 足以成为狡拓的三窟了 王成到任所 让郭叔担任别嫁 将都督府的事物都交给了他 王成则日夜纵情喝酒 不清理事物 虽然盗贼军情紧急 也不放在心上 郭叔常常苦苦劝谏 认为应当爱护人民保养军队 这样来使周静道梁保全 王成不采纳 十二月 雾银初二 随司马腾起活的周将田真 田兰 博胜等人起兵 为新蔡王司马腾报仇 在勒陵杀了吉桑 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 丢弃到顾景里 司马颖的顾臣 又收拾好棺材安葬了 甲午 十八日 朝廷任前太父刘为太尉 刘以年士高坚决推辞 但不批准 庚子二十四日 任光路代付高光为上书令 前北军忠侯吕雍 杜之校尉陈延等人密谋立清和王司马潭为太子 事情暴露 太父司马越甲称赵令把司马潭囚禁在金庸城 起初太父司马越与狗关系很亲近 带他进入后堂 结拜为兄弟 司马帆涛对司马越说 燕州地处险要 魏武帝从这而创演 狗有大志向 不是纯粹的臣下 让他在这里待久了 就会成为心腹祸患 如果把他调签到青州 提高他的名号 狗一定高兴 您亲自管理燕州 规划治理全国 藩魏朝廷 这就是所谓防患于魏然 司马越认为说的正确 鬼卯二十七日 司马越自任丞相 兼冲周睦 都督燕 御 司 继 忧 并诸军事 让狗任征东大将军 开抚一同三司 家任逝中 授予福节 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青州刺事 封东平俊宫 司马越 狗之间因此产生怨恨 狗到青州 以严刑酷法建立威严 每天都有杀戮 青州人称他为屠博 顿丘太守卫之 迫于流民 聚众五六万人 到燕州大肆抢掠 狗出兵再无言助扎 来讨伐卫之 让弟弟狗纯兼任青州刺史 狗纯刑罚杀戮比狗还要厉害 狗讨伐未知 打败了他 当初 杨平仁刘灵 年轻时贫穷低贱 力气大的能制服奔跑着的牛 跑起来能与奔马相比 当时的人们虽然认为他不同寻常 但却无人推举他 刘灵俯兄感叹说 天啊 为什么赶上乱世呢 等到公师藩起兵 刘灵自称将军 进犯抢掠赵 魏帝驱 王弥被狗纯打败时 刘伟也被王赞打败 于是他们都派使者向汉投降 汉王刘渊任命王弥为镇东大将军 清徐二周目 都督远海诸军事 封东来宫 任命刘灵为平北将军 李昭到宁州 州里的人们尊奉李昭 监理周刺史事务 至终毛孟到京城 请求朝廷委派刺史 多次上奏 没有被审理 毛孟说 周军已死 周成被围困 不远万里到朝廷倾诉悲哀 心意经成而朝廷无动于衷 生不如死 就想自问 朝廷联系他 让魏星太守王逊任宁州刺史 同时召令江州出兵救援李昭 江州刺史无厌 派他儿子吴姿带兵去救援李昭 慕容自称鲜卑大蝉鱼 拓跋陆关去世 帝拓跋一炉总管三部 与慕容结交友好 勇家二年 雾尘 公元308年 春季 正月 丙雾朔 初一 初现日时 丁卫初二 宣布大赦 汉王刘渊 派前辅军将军刘聪等十名将军 向南占据太行 太府汉将军石乐等十名将军向东道赵 魏帝驱 二月 新卯十六日 太傅司马越杀死清河王司马坛 庚子二十五日 石乐进犯常山 王骏击败了石乐 梁州刺史张鬼患风急 不能说话 让他儿子张茂代理周正 陵西内史晋昌人张月 是梁州名门望族 想驱逐张鬼后 自己取代他的连位 与他哥哥九泉太守张震 和西平太守曹商量 派使者到长安 向南阳王司马摩报告 说张鬼因病残废 请求让秦州刺史贾勘取代他 贾勘将要接受新职 他哥哥责备贾勘说 梁州张鬼是当代名士 威名传播于西州地区 你有什么德望来代替张鬼呢 贾勘于是没有去接受这个取物 张震曹向朝廷上奏章 请求另行任命刺史 没有回音 于是发布习文废除张鬼的职务 让军司杜丹代理周正 又让杜丹表奏任命张月为刺史 张鬼下发告狱 想辞去之位 告老回故乡一样 长使王荣参军梦畅 用脚碎踏张震的习文 推开门进去说 晋朝多变故 你安抚平定西侠地区 张震兄弟胆敢肆意逞兄叛逆 应当鸣鼓诛讨他们说完出去 在城中戒严 正赶上张鬼的大儿子张 从京城回来 于是就让张任中兜户 带兵讨伐张震 并派张震的外省都督 辅主部令狐亚 先去说服张震 向他沉说利害关系 张震流着眼泪说 有人坑害我 于是到张那里认罪受罚 张向南攻打曹 曹败走 朝廷接到张震 曹的那份奏章 就任命是中原于魏梁州刺史 周至中杨淡越马奔向长安 割掉耳朵 放在盘上 诉说张鬼被诬陷的情况 南洋王司马摩表奏 停止任命原于 武威太守张义上奏表挽留张鬼 朝廷诏令按照司马摩所奏的办 并且召令诛杀曹 张鬼于是命令张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讨伐曹 把曹斩首 张越逃奔到叶城 梁州于是安定 三月 太傅司马越从许昌迁徙到眷城镇守 王弥收拢聚集流亡逃散的残兵 军队重新大为振作 王弥又派遣部将们分别攻打 抢掠青州 徐州 衍州 豫州等地 攻陷郡河县把郡守 县令大多杀掉 聚集了几万步众 狗与王弥的军队接连交战 没有能够取胜 夏季 四月 丁亥 十三日 王弥攻入许昌 太傅司马越派遣担任司马的王兵 带领五千兵组进京城防卫 张鬼也派遣都护北宫纯带兵保卫京城 五月 王弥从原出发 在衣水以北打败官军 京城大为震动 攻城门白天也关闭 任须十九日 王弥到达洛阳 在金阳门驻扎 赵令以王衍指挥征讨王弥的各项军事行动 北宫纯招募一百多勇士突袭王弥兵阵 王弥的军队大败 以丑二十二日 王弥放火烧建春门后向东逃窜 王衍派左卫将军王炳追击他 在七里建交战又打败了王弥 王弥逃跑渡过黄河 与王丧从旨观到平阳 汉王刘渊派室中监狱使大夫到郊外迎接 命令说我将亲自去将军的府邸 擦室作席清洗酒绝 诚心诚意对待将军王弥到后 任他魏司立校尉 监狮中并授以特进职位 仁王桑魏散其侍郎 北宫纯与汉刘葱的军队在河东交战 打败了刘葱 赵令封张鬼为西平郡公 张鬼推辞而不接受 当时各州郡都没有到京城的使者 只有张鬼独自派遣使者进贡 每年都不中断 秋季七月甲晨初二 汉王刘渊进犯平阳 太守宋抽丢下郡城逃跑 和东太守陆树战死 刘渊迁都到蒲子县 上郡鲜卑人陆竹言 敌人酋长丹征都向汉投降 八月丁亥十五日 太傅司马越从眷城迁徙到蒲阳驻扎 没有多久又迁徙到行阳驻扎 九月汉国王弥石勒进犯夜城 守将和玉弃城而逃 赵令玉州刺史裴县在白马驻扎 以抵御王弥 车骑将军王堪在东燕驻扎 以抵御石勒 平北将军曹武驻扎在大洋 以户北仆子 裴县是裴凯的儿子 冬季十月甲虚初三 汉王刘渊及皇帝魏宣布大赦 赶年号为永奉 十一月任命他儿子刘和魏大将军 刘聪为车骑大将军 同族侄子刘耀魏龙湘大将军 人吟初一 并州刺史刘坤让上党太守刘 带领先卑人攻打官 汉的镇东将军齐武达战败而讨毁 丙武初五汉国都督中外诸军士兼丞相 又贤王刘轩巨士 石勒刘陵率领三万人进犯魏郡 吉郡顿秋等地五十多个村垒的百姓望风投降 石勒对全部村垒头目都授给将军 都为的印章和授待 并从百姓中挑选了五万强壮者作为兵士 对老弱病残的百姓仍让他们在原地安居 即有初八石勒在三台抓住并杀了魏郡太守王翠 十二月新卫朔初一宣布大赦 以害初五汉主刘渊任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 封为梁王 仁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 封为陈刘王 任皇后的父亲御使大夫忽延毅为大司空 封燕门进攻 宗室当中根据亲书都封给郡县王 异姓长官根据战功都封与郡县公侯 陈汉上书令杨胞去世 杨胞喜欢直言 陈汉主李雄刚刚占据属地时 费用不够 不将当中有因为捐献金银财物而得到职任的人 杨胞劝谏说陛下设置官职爵位 应该网罗天下的英雄豪杰 哪里有用官职换取金钱的道理 李雄向他谢罪 李雄曾经喝醉了酒让中书令杖打太官令 杨胞禁言说天子威夷庄严 诸侯仪态端正 哪里有天子酗酒的道理 李雄感到惭愧而停止了酗酒 承汉的平寇将军李凤在尽受驻扎 多次进犯汉中汉中百姓向东逃难到荆州 缅阳一带 朝廷诏令人张光为梁州刺事 荆州的强盗窃贼不能禁绝 朝廷诏令启用刘凡为顺扬内侍 于是将汉地区的百姓纷纷聚集归附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凤之宗